其實我們兩個都算是在放牛班的 所以我以前 我記得我已經拿到考卷 真的是選擇題拆完 然後就反過去開始換 你就這樣考試就考完了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很多事情 可能你要去做了以後 才會知道他會怎麼走 記得剛開始做的時候 好幾個月都沒有薪水 對 而且我還要繳學袋什麼 繳房子豬啊 現實你會注意啦 但是不要那麼把它掛心 因為掛心只會讓你走得不是很快樂 對啊 所以你說 不要欺負一社會的現實